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SELF论坛 首先给我安排了个很好的位置 我从头到底仔细地聆听了这些大师们的精彩的讲演 真的是脑洞大开 那么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叫做大飞机的大时代 那么先解释一下 那么什么是大飞机 这个大飞机指的就是现代的大型飞机 包括大型的民用飞机 还有大型的军用引输机 以及用这两种飞机来研发的大型的军用特种飞机 像我们报上常常看见的预警机 加油机 海上巡逻机 等等 那么下面再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1972年从航空工业的其他的单位被调到了上海飞机研究所 来参加我们国家第一架大型客机运石的设计 同时从此就加入了中国发展大飞机的队伍 那么我到了上海飞机研究所呢 承担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要解决这个运石飞机上啊 有50块操作面和活动面 这个大家坐飞机啊都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有起飞着陆的时候放的警翼 在天上飞的这个负翼啊 方向舵啊升降舵都不停地在动 那么当时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运石是个110吨重的一个大飞机 但是当时我们马峰山总设计师啊 就是下决心啊要控一个人的力量啊 来操动这个飞机 怎么办呢 就来了个四两拨千斤 就是说在这个飞机的舵面上 像升降舵啊方向舵啊 上面大概装了就这么大小 就这么大小的一块叫调整片 是个小舵面 那么首先要操动飞机的时候呢 它先让这个小舵面转 那么产生的气动力呢 带动了大舵面转 再把这个110吨的飞机啊 整个带起来 那么当然呢这是一个很好的 也曾经是在很多飞机上实现的 这样一个办法 但是撑也萧河败也萧河 这个东西啊它有个毛病 就是说你飞机速度啊 快到一定的时候啊 如果你设计得不好的话呢 它会发生一种危险的震动 叫做颤震 就是就兜兜兜兜兜兜 就把整个飞机给抖完了 所以当时我的这个任务呢 就是要学习啊 来解决这个 这么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办法的 这个所谓叫 气动弹性的设计和验证的问题 这个具体的这些细节都不说了 但是做这件事呢 给我呢就上了一课 留下了一个印象 就是说咱们发展这个高大上的 这个大飞机啊 是不是也可以找一点 四两拨千斤的办法 那么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啊 一直有这个想法 那么后来发现呢 这个大飞机啊 你要发展它 你要找到一种 四两拨千斤的办法 还很难 那么一直要靠什么样的程度 才能做到呢 要我们国家用举国之力 要现在把自主研制大型飞机 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 这个航空产业啊 要当成一项坚定不移的 国家战略才能实施 但是反过来看呢 这个大飞机的发展啊 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和科技进步啊 倒是有这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这个大飞机的作用 因为我一开始呢 是参加的是个大型民用飞机 这个运石呢 当初就是要设计给周总理 国家领导人啊 出国当专机的 咱们不受那个外国人的气 说你那个飞的外国飞机 什么噪声不行啊 什么排放不行啊 不准降 那么那个时候呢 对大飞机的这个作用呢 可能就是也像今天啊 大家很多的理解一样 就这个大飞机的广泛使用啊 让咱们那个地球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小 人啊距离越来越近了 比方说现在大家出国旅游 或者去留学 那么你一上飞机24个小时准到 当年咱们中国航天航空事业的创始人 前学生先生到美国去留学啊 可不这么简单 坐轮船要坐上两个月 那么当时呢 我就是这么样的一点认识 那么后来慢慢地才了解到啊 这个大飞机不简单 不简单在哪儿啊 它创造了一个大时代 所以下面呢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大飞机的大时代的 一点体会 那么首先要说一说 那么什么是大型民用飞机 这个大型民用飞机呢 是指的是100座以上的民用飞机 那么具体地讲呢 就是说150座以上的 像C919 像737 像A320 它这样的飞机 那么我们国家呢 在上个世纪70年代 研制的这个运石呢 是一种远程的大型客机 它大概是180座到200座 那么去年的年底呢 我们这个C919大型客机呢 也下线 这个波音和空客呢 都有它成系列的 从小到大的成品 那么这个大飞机啊 大型民用飞机啊 它什么时候横空出世的呢 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后期 所以到现在啊 差不多用中国话来讲啊 方界花甲之年 60岁 那么这个60年的这个时间里边啊 它发展到今天啊 到了个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看这个去年 它这个大型民用飞机 全世界的干了什么事 那么先讲运人吧 这个交通运输业啊 它有一个衡量客运量的办法 就是说呢 把这种交通工具啊 使用它的乘客的人数 和运送乘客 它这个平均的距离 把两个乘起来 这个单位呢 叫做人公里 这个单位太小了 甚至于可以把它扩展到一人公里 那么2015年 全世界这个客运周转量达到了多少呢 六万七千亿人公里 那么咱们中国是多少呢 八千三百万亿人公里 它还运货 这个运货运了多少呢 运了五千多万吨 所以啊 这个大型民用飞机 从它上个世纪问世以来啊 它开创了一个航空公司 跟这个客户啊 都能双赢的 这么一个喷气 航空运输时代 这个双赢就是 大家都赚钱 大家都省钱 大家都有好处 那么 这个大型民用飞机 在民用飞机当中的地位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可以啊 从全世界也好 中国也好 现在也好 将来也好 看看这些航空公司啊 它一共有多少架飞机 看看呢 它这些个飞机啊 价值是多少 看看呢 这些飞机啊 它这个载客运货的能力怎么样 看看啊 他们将来要买的飞机啊 大概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答案呢 就是大型民用飞机 在所有民用飞机中间啊 它占到了九成以上 那么再看看 这个大型民用飞机 在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大飞机呢 包括了有一文民用飞机 两武军用运输机 和军用特种飞机 如果是按照飞机的数量 按照飞机的价值 和它直接创造的 这个经济效益来看的话 它也是大飞机的主体 所以我们说啊 大型民用飞机 是民用飞机的老大 是大飞机的主体 那么大型军用运输机啊 这个中间啊 最典型的例子啊 就是我们现在啊 已经成功地研制 装备了部队的运20 大型运输机 还有了美国的C17 这个大型运输机的大字 它是有个门槛的 就是最大起飞重量 要超过100吨 刚才讲的这两架飞机呢 最大起飞重量 都在200吨以上 那么 这个大型的军用特种飞机呢 比较有名的 像我们中国和俄罗斯 分别地用 1276 这个大型的军用运输机啊 来研发的 我们自己的呢 是空井2000 就是这架飞机 那么俄罗斯的是A50 我们这个空井2000 中和的性能啊 要比A50啊 要领先一代 那么当然呢 这样的例子呢 还有美国人 用那个737的客机 它来研发的 就是最近老在咱们南海闹市 出了恶名的 这个P-8海上巡逻机 还有737的预警机 用这个767的宽体客机 研发的 可能将来是美国空军的 加油机的主体的 这个KC-46A的加油机 和E-767的预警机 这个E-767的预警机啊 日本人买了不少 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啊 给咱们造麻烦 那么这两种飞机啊 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 它们是现代战争中间啊 少不了的武器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现代战争啊 跟以往啊 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战争 它靠的是什么呢 不是靠陆军 也不是单靠海军 是靠各个军兵种的 它的一体化的作战力量 这个战是怎么打发的呢 它的三大特点呢 是信息主导 精准地打击 同时呢 是联合地制胜 这样一种作战的方式 那么所以呢 就像这两种军用飞机啊 就成为一种 不可替代的武器 那么对咱们中国来讲呢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我们要强有力地 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发展 我们的主权和我们的海洋权益 还要维护呢 我们的战略通道和海外利益 所以呢 这两种飞机呢 也是我们啊 要大力发展的 这个航空武器装备 那么我们呢 把刚才两张图啊 把它落在一块 那么大家看呢 这个大型的民用飞机 大型的军用运输机 和大型的军用特种飞机呢 它们还是有很多 共同的特点的 看上去都还是挺像的 都用了一种叫做 涡轮风扇的 低油耗的 大推力的 这样一种发动机 都是后来的机翼 其实呢 这个所有的大飞机啊 它依托的技术基础啊 和我们大多数的 现代的工程技术领域啊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所有的 这些个军用的 民用的大飞机啊 它们依托的技术基础 和它们的研制生产 向客户提供服务的 动用的资源啊 都有很大的共通性 所以呢 全世界能够造大飞机的国家啊 它都是按照一种叫 军民融合发展 军民分线经营的办法 来高效率的 研制生产大飞机 并且呢 向客户呢 来提供服务的 那么整个这个大飞机啊 它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洪荒之力啊 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 那实际上啊 它是这个大飞机的产业啊 把它造出来的 这个大飞机本身 还有呢 它研制生产 和向用户提供的服务啊 它本身啊 都是利用了成套的 先进的专用技术啊 合理综合应用以后的成果 不是靠的一项两项的 单项技术 那么这样一些 成套的先进的技术呢 它的名字叫做 大型民用飞机产业体系 那么要挤进这个体系去的技术呢 虽然呢 它跟这个各行各业 甚至跟前面各位老师 介绍的这个最新的科技成果呢 有的还有不少的关系 但是它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进了大飞机的技术体系啊 它必须是要在大飞机 交付了用户以后啊 在实用当中接受考验 证明啊 用了这个技术啊 能够帮用户啊 能够多赚钱 能够打胜仗 反过来呢 也给这个民用飞机的 这个使用啊 带来了很大的 这个制造商啊 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那么所以呢 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呀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啊 还是不断地在市场的检验当中 来生成和发展的 那么 这个大型飞机啊 它呢 作为一项高端的制造业 实际上啊 和我们所有的基础工业 和其他的高端制造业啊 都有密切的关系 体现了呢 我们国家的 工业和信息化的综合基础 和科学技术的水平 那么前面讲到了 在这个大飞机中间啊 这个大型民用飞机是个主体 在民用飞机中间呢 这个大型民用飞机啊 它又是个老大 那么这个主体和老大 是怎么养成的呢 那么除了刚才讲的 这个大飞机 它依托的技术体系 和它这个技术体系啊 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 化为生产力的 它的物质基础 就叫做大型飞机的 这个技术能力体系 以人为本 包括呢 专业技术团队 研制生产服务的硬件平台 知识管理体系 还有呢 和这个大飞机产业啊 结成了战略同盟的 这个贴杆的外源 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么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特点呢 就是大型民用飞机啊 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它必须要符合啊 具有啊 射航性 那么这个射航性是什么呢 就是大型飞机 在它的使用的 全生命周期之内啊 必须要符合 这个政府的射航部门 代表公众的利益呢 所颁发的射航标准 能够持续地处于安全 可用 可以合归云云的状态 这个持续 这个两个字啊 就很不容易 那么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渐渐做好事 这个飞机也是这样 这个大型民用飞机 很多好的特点 和它的 这样的一个 很高昂的代价呢 都跟这个持续两个字啊 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大型飞机产业啊 怎么样把这个大型飞机 生产出来 研制出来的 它这个生产经营的模式 也有两个特色 使它这个效率特别高 那么第一个呢 叫新型的主制造商 供应商模式 就是说 这个企业 和给它供货的 这些制造商们呢 他们按照在整个的 研制生产环节中 如果这个供应商啊 这个能耐比 主制造商还要大 那么就由它来替代这个角色 那么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种 主制造商和供应商啊 它互利双赢的 长期合作的一个战略同盟 取得了很高的效应 第二个呢 就是发动机 机载设备和材料的 它的研制 供应和服务呢 采取的是一种专业化 国际化的模式 这个飞机厂商是自己不干的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加快研制进度 提高生产效率 开脱海外市场 像这个787美国飞机 有一种构型 它装的就是英国罗罗的发动机 380有一种构型 装的就是美国普惠和机翼联合的发动机 那么实践证明呢 经过市场检验的 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的 这个大飞机的技术能力体系 和这样有特色的生产经营的方式呢 是他们在市场驱动 客户驱动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驱动之下 走到今天 这样一个地步的基础 那么今天这个大型民用飞机 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作为一个交通运输工具 它讲究的是要安全 要经济 要环保 要舒适 那么大型民用飞机 安全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如果以一个乘客 走一万公里来看 如果也发生事故的 这种比例来衡量 它是我们人类所有的交通运输工具中间 最安全 那么从这个经济性怎么来看呢 这个航段比较长的 它的油耗 一个人一百公里 两升 比汽车好 它的这个环保性怎么样呢 这个发动机废弃的排放 污染 噪声 符合与时俱进的 最严格的国际的环保的法规 那么它的舒适性怎么样呢 这个飞机飞到一万二千米 还可以达到 这个座舱的大气压力啊 是昆明市中心的大气压力 同时呢 还有宜人的湿度 还可以实现啊 豪华宾馆的这个装置 这样一种内部的物质 那么 我们人类啊 这个普通的人 比方说我这个跨一步 大概是零点七米 这个百米的世界冠军 那个速度啊 也不过是 每小时四十公里 这个举重的世界冠军啊 这个算算这个总成绩 不超过五百公斤 那么我们大型民用飞机 今天不着陆的航程是多少呢 最高到一万六千千米 那么 它的这个速度呢 差不多接近每小时 一千公里 那么它的这个最大的商务载重呢 可以到八十吨 载八百名乘客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 给了我们人类啊 一步跨出去的跨度 大了两千万倍 速度啊 快了二十五倍 我们呢 比那个举重世界冠军啊 还举起来 重一百六十倍的重物 飞天远行 这样呢 人类也就借助大飞机啊 有了自己的洪荒之力 那么这个大型民用飞机啊 它作为这样一个大飞机的主体呢 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有着这样一个四两拨千斤的重要的牵引的作用 那么这个作用是怎么来体现出来的呢 我们首先看看啊 这个大型民用飞机啊 它能够创造很大的直接的经济效应 那么预计二十年之内啊 我们全世界的这个大型民用飞机啊 恐怕要新增三万七千多架 这个价值呢五万九千亿美元 同时呢 它能够支持实现 17万亿人公里的科运周转量 那么我们中国呢 未来的二十年里边呢 这个科运周转量啊 和大型民用飞机的这个机队的数字啊 也要分别翻三番 翻两番 达到多少呢 达到啊 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八千六百万 八千六百亿 变成了两万八千亿 这个飞机的价数呢 要达到七千价 要新增五千价 相当于七万五千亿的美元 那么中国的这个大型飞机产业呢 应该而且一定能够啊 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并且呢 在国际的市场上啊 占有它应该享有的地位 那么这个大型飞机啊 它更大型民用飞机啊 它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啊 就是能够显著地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同时呢 能够牵引啊 科学技术的进步 那么这个里边呢 怎么来说呢 实际上啊 它是通过 大型飞机产业的 所谓叫产业关联效应啊 做出了一个坚决的贡献 那么这个贡献呢 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它需求牵引 来带动上游企业的发展 第二个呢 就是啊 它用提供物质基础 来促进下游企业的发展 比方说 帮助中国的航空运输业 来实现中国从航空运输 大国向强国的发展 那么更重要的呢 就是它的产业牵连效应 旁侧效应 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 就是用前面我们所讲的 它经过市场考验的 这个技术能力体系 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形成的这样一种 高效的生产经营的方式 它给予其他产业 这个巨大的正能量的影响 来促进其他的产业呢 来升级 来调整结构 来实现技术进步 有效的配置资源 那么现在世界上领先的 大型民用飞机产业呢 是在美国 它的这个产值啊 占了美国航空工业的 总值的七层 这个美国航空工业产业 它是个什么位置呢 它对国民经济的GDP的贡献啊 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美国百分之八十的经济活动啊 都受到了它的正面的 积极的影响 早在1991年啊 这个航空工业的产值是一块钱 那么它能够让美国 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值 增加2.3个美元 投入1亿的美元 那么十年以后啊 这个航空工业和其他产业的 这个产值啊 就可以达到80亿美元 相当的可观 那么以我们中国来讲 这个大型科技项目的责任主体啊 也就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在这个大型科技项目当中啊 它呢和全国23个省市的 200多个企业啊 和这个57所高校啊 都把它们吸收进来 参加了大型科技的研制 同时呢 帮助了我们16个大型的材料企业 和57家的标准件的企业啊 来提高技术能力 符合啊相关的支持 研发新的产品 达到国际标准 具备了呢 成为国际航空工业供应商的潜力 那么这个中国商飞公司呢 通过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携手 建立了一个辐射全国 面向世界的中国大型民用飞机产业的集群 这个涉及到的从业人员呢 达到了46万6千人 还借这个机会呢 和国际上知名的企业 促进他们和中国 本地的航空工业企业呢 建立了16个大型飞机 机载设备和系统的 这样一个制造企业 为航空工业呢 创造了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那么这个大型飞机啊 它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主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大型飞机 它的技术发展啊 是在和我们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 双向促进互动的发展的过程中间呢 来实现的 比方说和我们的系统科学 和我们的材料科学 环境科学 数学 力学 热物理 化学 对这样的一些基础的应用的研究啊 不断地提出了新的要求 也依托着这些新的成果呢 来实现了自己的技术发展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巨大的产业扩散的效应啊 带动了相关其他产业的技术进步 那个日本人呢 做过一次统计 大概啊 这个有500项的技术扩散的案例 这个航空呢 占了60% 那么达成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这样的一些扩散的技术 它产生的啊 经济的效益呢 是这些航空产品的15倍 所以呢 这也就是前面讲的啊 这个投入意义 最后能够使国民经济的产值 增长到80亿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么第三个呢 这是我们前面介绍的 这个大型民用飞机的技术能力体系 它这个结构 以人为本 以专业技术团队 硬件平台 知识管理系统 和外部的支持系统 这四大块 和我们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体系啊 是很相似的 所以啊 这个大型飞机技术能力体系 它不断地在市场的考验中间 生成和发展 同时呢 不断地有效地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对我们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 建设和发展呢 也是一个有巨大正能量的榜样 它的发展和应用就是特别强调 前面讲的要能给用户带来收益 能够增强战斗力 也使这个生产商啊 得到效益 有经济合理性 这个就为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啊 来为经济发展服务 也是一个良好的正面的影响 所以啊 讲的这些呢 我们就不难理解啊 我们国家在这一次大型客机 项目立项的时候提出来的 自主研制大型飞机 发展有市场竞争类的航空产业 对于转变经济分担方式 带动科学技术发展 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加快现代化步伐 具有重大意义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我们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 都十分重视发展中国的大飞机 和大飞机的产业 从1970年 毛主席周总理决策 研制运石 这个运石呢 1980年呢 成功的首飞 科研式飞飞地了全国的十大的城市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国家在1986年 1993年和2007年呢 又分别做出了发展我们国家 大飞机的重大决策 那么到了今天啊 我们自主研制大飞机 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这个航空产业呢 已经成为一项坚定不移的国家战略 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四十多年的历程呢 正在以一种 不动摇 不懈怠 不支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一贯之 切而不舍地得到了执行 那么今天呢 这个运20呢 已经装备部队 C919呢 也要马上速飞 A2J这个飞机呢 是第一次实现了 我们自主研制的喷气客机啊 进入了航空工业的市场 填补了我们跟国外 最根本的差距中间的一大块 这就是民用飞机 它的研制生产和客户服务的 全过程的实践 那么今天的这个成绩呢 确实是来之不易 那么我自己啊 一个比较另类的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说 这个大飞机啊 确实是起到了这样的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这个大飞机呢 确实是开启了一个 当前呢 我们以经济高速增长 科技啊 迅速地进步的 这样的一个大时代 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啊 指示 大型科技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 是一个国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标志 也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 我们的事业呢 刚刚起步 但路还很长 时间紧迫 容不得半点懈怠 要一以贯之 切而不舍地抓下去 用前进的目标 激励自己 用比较的差距 鞭策自己 力争早日 让我们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 在蓝天上呢 自由地翱翔 让我们牢记啊 这个习主席的指示 用长期的奋斗 长期的攻关 长期的吃苦 长期的奉献 去实现我们壮丽的中国梦中间啊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无愧呢 这个大飞机和大飞机产业啊 开创 促进推动的这个大时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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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